准备好了没 那小惊喜马上就揭需要了 东北人扣号降扩回在乐山基的猛男粉特斯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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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哈 要吗 镜头从2020年9月26号转回到现在 也是这个角度和这个地方 那是我第一次和这个猛男粉见面的日子 当时也不知道为啥就管这个闪就猛男粉 朋友们有五台车都让我忽悠着贴上了这个颜色 陆陆续续他们也都给摘了 然后最后就剩我一个了 今天是跟弟师傅约好思膜的日子 众所都只 第四伯送了我一套电镀膜 我等着往上提 记得我说的是送旧脸 旧脸是谁 郝尔桑的名字 但怎奈我对这个猛蓝粉还是超级有感情的 虽然它都有点晒白了 我估计大伙对它都能挺有感情的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开始吧 第四伯 别说了 昨天我都快淘眼泪了 你对这个猛蓝粉也特别有感情是吧 我是白送你一套萌啊 有点后悔了 快点的吧 那我们四模仪式正式开始 3 2 1 走 哎呀 小粉的 你疼不疼啊 看看 里边跟新的一样了 说明当时我车系的感情 磨贴两年了 也是DJ也有两年了 贴膜这时候我是客户 自磨的时候我得自己上手 不过这感觉挺自愈 别说还挺过瘾 里边车系也太新了 看那感觉啊 好爽 看你这上班一天能给你多少钱 我干两天 同学们见证一下 这是猛蓝粉1.0 这个是猛蓝粉0.5 好玩不 后边看就是纯纯的小白了 我还要再三感慨一下 今天给我的心情 感觉新买了一台车 这种感觉太舒爽了 真的 都吃完了 最后退下了这老鞋皮 最后感觉很陌生 这谁的车呀 行吧小白我再开两天 等领埋到了咱来铁号